各位同學大家好 這一節會和大家講多一點的例子 關於Optical Isomer 或者是一些Symmetric Carbon Clyro Center等等 如果我們看回Clyro Center 定義很簡單 因為一個Carbon 而它是Tetrahedron 幫助四個Different Groups 四個Different Groups 如果是Ring的話 那又怎樣呢? Ring有沒有Clyro Center呢? 其實Ring很容易出現Clyro Center 很容易 但如果是一些高度對稱 我們就未必找到 例如這個 這個就是Cyclohexane 雖然我們只畫了一個六角形 但每一隻角都是一個Carbon OK? 而它沒有畫 有兩個地方就是兩個H 所以如果你看到 它什麼都沒有 只有起角 其實它隱藏了兩個H 我們不畫 OK? 所以如果有一個Branch 這樣樹了出來 BR 就是它另外還有一個group H 在這裏 OK? 那這裏是不是四個不同的 在這個Carbon上 是不是有四個不同的group呢? 那其實我們就要看一下 這一部分會是什麼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它都是高度對稱的 它們都是對稱的 這一邊和這一邊是沒有什麼大分別 OK? 所以呢 這個是沒有Cyro Center 這個也是沒有Cyro Center的 的 好了 那如果 如果 它不是 就這樣一個BR 它旁邊有個 CL這樣才算 那這裏又沒有Cyro Center呢?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你就看 原來呢 這個中間 這個Carbon呢 OK? 那它就幫助了1 BR 2 H 第三個Bond呢 就幫助這樣 OK? 第四個Bond呢 就會直接呢 是連了CL 那所以呢 第三個Bond 和第四個Bond的處境呢 其實是有些不同的 OK? 有些不同 這個是 一路都牢牢唱通 而這邊 計器呢 一開始 已經是撞到CL的了 所以呢 這個就不是 是高度對稱 那換句話說 這個是一個Cyro Center OK? 這個是一個Cyro Center 好啦 如果這樣說的話 這個是不是Cyro Center呢? OK? 其實一樣的 只不過呢 是換了那個角色做CL 那這裡有兩個Cyro Center OK? 兩個Cyro Center 好啦 那就是說呢 如果 一個Ring 那它不是說很對稱的話呢 其實都是有Cyro Center 例如好像這個 你可以算一下有多少個Cyro Center呢? 那這個是Cyro Center 這個不是 因為有兩個H 這個呢 這個是喔 2 2 3 4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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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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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少少不高度对称呢 例如举个例子 这里我放了个CL 这个有没有CyroCenter呢 很明显了 这个会是CyroCenter 这个是不是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它有1 2 3 4 5 这个走一步已经撞到人了 这一步也是不同的东西 自己本身有一个H 这个呢 这个也是CyroCenter 自己H 另外左右三个邦都不是高度对称 所以呢 这个也是有CyroCenter 还有呢 是有三个的 好了 在笔记里面呢 我就抄了个这样的 Molecule出来 那这一只有多少个CyroCenter呢 如果那个Compern越复杂呢 其实它的CyroCenter就会越高 那记住呢 就是每一个CyroCenter 它是会帮着四个环境不同的东西的 OK 四个环境不同的东西 那这个是CyroCenter 这个也是 这里有两个H 即是不是啦 这个是 这个也是 这里有两个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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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这也是 这里有两个H不是啦 两个H不是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那这个有两个H不对 两个H都不是 那这里呢 这个其实都不是Tetrahedral 所以这两个都不是 所以这一只Compern就有 1 2 3 4 5 6 7 8 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数错呢 可能要再试一下 做多一次了 OK 那么Molecule越复杂呢 那个CyroCenter就越多 那么它的Mirror Images呢 就会是越多越复杂的 OK 好了 那我们又举多一个例子啦 那我们学了呢 几个的 Stereo Isomer 那起码呢 我们学了呢 Geometrical Cistrans 那个 和Enantiomerism 那就是今天这一段 这两段片所学的东西啦 好了 那我们如果将这两样东西混合 的话 你可不可以试一下呢 究竟我们是否画到一些的 例子呢 OK 我们是否画到一些例子呢 那我们就试试啦 那我们先画了一个普通的结构先 那这个普通的结构呢 就只是让我们呢 是看一下那些Bone 如何去黏在一起 那这个不是一个正统的立体图来的 OK 好了 Pen3 Intuno就是这样啦 1 2 2 2 3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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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它是有SysTrans 你可否看到 这个是一个Cliro Center 这个是一个Cliro Center 所以它也会出现了 Enantioma 有Mirror Images的情况 如果我们把两样东西混合 我们就要小心 我们以这个Carbon做中心点 我们尝试画四个Group 我们先画第一个 如果你想画图更漂亮 之前提过 因为这个CC Double Bond 和它直接帮助那四粒Atom 大家是成一平面的 所以如果你想展示 如果那个SysTrans 显得更漂亮的话 我们尽量放SysTrans 在那个 和一张纸打平的位置 OK 即是说 以这个Carbon做中心点 以这个Carbon做中心点 我们就找 这个 这个 或者这个 放在其他的地方 这个CC Double Bond 我们一定 就放在那个平面上面 我习惯就会放在这里 因为呢 这个都是斜斜的 OK 好像SysTrans 那个CC Double Bond 的Square Planar 的位置 就是这样 那你这样画的话呢 那个图呢 就会是比较适合 那你试正得来呢 那个Marker改的时候呢 都会轻松一点的 那其余那些呢 我们就 放在这三个位置 没什么所谓的 OK 那我们画得更漂亮 这边了 一个是H 另外一个H 那另外还有一个呢 是H3的 OK 那我们先画了一个呢 是Trans了 OK Trans的Isomar 那然后呢 就帮它照照镜 帮它照照镜 帮它照照镜 记住照镜的时候呢 我们就 将四个Group呢 都照照镜 四个Bond呢 也都要照镜 这样画呢 就没有蝕底了 H 跟着CH3 跟着就OH 跟着呢 是那个的Trans了 OK Trans有个H H CH3 OK 搞定 好了 那画了一个Trans了 那我们就画Seats 那Seats最容易处理呢 就其实是将这两个Group对调 我们找一些小Group 对调是容易搞些的 你找过这个Group 对调呢 就只会自己找笨的 OK 那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就 这边照画 四个Group 好 然后呢 然后呢 就 把这个CCDoubleBond呢 就对调 CH3上 H下 OK OK 接着 OH CH3 那我们这样画呢 其他不变 只要是 HCH3 就最容易处理了 那 Marker一看就知道 你认识还是不认识 对还是不对的 好了 另外一边呢 就照镜 照镜 记住 正是移动 那个的 这个位置 OK 好了 那四个东西呢 我们就齐了 那应该大家问题都不会太大了 那你记住 有时候画这个的Tetrahedral 或这个Mirror Images 那些是有少少技巧的 OK 好了 大家努力啦 拜拜